领英是专业人士招聘求职和拓展人脉的社交网站 但是外国的情报机构也可能借这个平台招募间谍 纽约时报报道说 中国的特工大规模利用领英建立虚假的账号 以接触和招募能够接触到西方政府和商业机密的人士 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 莫宇 谁暴容 那么纽约时报27日的报道呢 是援引西方反情报官员的话说 外国特工试图透过领英等社交媒体招募现任 其中呢 以中国特工最为活跃 那报道说 刚刚离开政府部门需要找新工作的人士 最容易成为目标 而中国特工呢 是通常伪装为学界企业和猎斗公司的代表 以高薪聘请 邀请前往中国等方式与目标建立联系 纽约时报举例说 一名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白宫官员和职业外交官呢 就在领英上收到过一位自称 是加州理工学院研究学者的 加好友请求 但实际上这个学者是并不存在的 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前丹麦外交部官员普莱斯纳呢 对纽约时报说 他说他曾经也是在领英上收到过 一名自称来自中国猎头公司的女士的讯息 要求和他在北京见面 但是在北京呢 普莱斯纳见到的是三个中年男子 这三名男子说 他们来自中国的政府研究机构 如果合作的话 能够帮助他进入中国的体系进行研究 那我们知道今年5月 因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而被判刑 20年的前中情局官员马洛里 他最初就是在领英上 与自称是知库代表的中国特工建立联系 美国国家情报局下属的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持人威廉伊万尼娜 对纽约时报说 中国情报机构进行这类活动的规模是巨大的 他指出呢 相比派遣间谍到美国招募线人 利用假账号坐在电脑后面 向成千上万个目标发出 加好友请求来得更有效率 伊万尼娜去年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 是首次公开谈论了这个问题 并且暗示说这个问题比以往了解的更加严峻 但是他没有提供具体的数据 领英发言人尼克·列维·李奇 在跟美国之音的一个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 他说领英公司积极寻找政府支持的活动的迹象 并且会采取行动 他说公司有团队会根据自身获得的 和来自政府机构等多种来源的信息 移除掉虚假账户 领英公司表示 今年1至6月已经对21600万个虚假账号 采取了行动 其中大部分是在注册的时候 就已经被阻止被屏蔽掉了 领英是微软旗下的社交媒体网站 情报官员认为 他之所以成为中国等外国情报机构的间谍吸收工具 是因为在期大约6.5亿的全球用户中 很多人在求职 而且还有一些政府员工 会在上面写上说自己有安全权限 以提高求职竞争优势 这样的话就会被外国的一些特工看上利用 另外因为同意遵守中国的审查政策 领英也是唯一没有被中国封杀的 美国社交媒体网站 除了美国之外 法国和德国的情报机构 也都已经注意到 中国情报机构会利用领英 招募本国公民为中国当局服务 并且就这个情况发出了警示 我们知道最近几周 中国在西方社交媒体上的一些活动 也是受到广泛的审视 美国社交媒体三巨头推特脸书 还有谷歌旗下的YouTube 都删除了数百上千个被指在香港局势问题上 充当北京传声筒散布布什消息的账户 那这些账户呢 背后被认为是有中国政府的支持 欧容 好的 我们感谢记者墨语的报道